下週四就是父親節了 父親節禮品中 以手機刮鬍刀等最為熱門 該怎麼挑選才能在預算內討爸爸歡心 我們請兩位專家來告訴你 相較於女親節的媽媽來說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可能在拍照的需求會稍微少一點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的重點 應該會放在也是大螢幕 然後以及大電量或者是長續航 我相信各位如果去看 就是2019年的手機 要看到6吋以下的手機應該非常的難 所以其實大螢幕已經是趨勢 大電量的標準呢 我們大概覺得都是4000以上 那為什麼會講到大電量跟長續航呢 因為其實有一些手機蠻特別的是 它在手機本身的優化比較好 它可能不太需要比較大的電量 但是它就可以擁有很好的續航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爸爸到底有什麼需求需要到這樣 原因很簡單 就是爸爸可能會長時間的拿來看影片 或者是看一些新聞 那爸爸到底會不會玩遊戲 那其實會 寶可夢其實對於手機的需求來說 其實效能上沒有這麼的大 那目前的手機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符合到 寶可夢的使用需求 接著兩位達人就以上標準推薦五款 預算在15000元以內的手機啦 第一支是Nokia的4.2 它這支手機呢 其實它五千塊以下就有了 5.7吋這個手機其實螢幕非常的大了 對對一般的使用來說絕對是足夠的 它雖然只有三千毫安時 可是它有非常長的續航 它在寶可夢的使用上其實就非常的順暢 那A20的話它本身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它已經符合我們剛剛說的 它的大螢幕已經來到了6.4吋 有沒有發現瞬間就跳極跳了很大的門檻 那接下來的話 它的電池電量也是有四千毫安時的電量 三星其實一直有主打它們的螢幕嘛 Super AMOLED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確實在這支手機上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現 這支手機是華為的Y9 它是7990 它螢幕是6.5吋的這個大小 那我覺得它的螢幕其實也蠻大的 那再來它的電池呢 也是可是這次的重點是四千毫安時以上 所以對於爸爸來講 應該是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它6.35吋的螢幕 還有它的頂天的五千毫安時的電池 是目前市面上電池最大的 特色這支的螢幕 就是它的容量 還有它的效能 有到6G也有8G 而且它的輕薄度 它有166克這麼輕 輕薄度可能會是爸爸的首選 有4G